邓小平谈林彪事件 赫鲁晓夫和薄烈日涅夫 1980年11月15日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 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真言报总编辑鄂尔 费尔答复他的提问 关于中苏分裂的由来 邓小平表示中苏在50年代末就开始了分裂 主要原因是苏联搞霸权主义 想控制中国 我们不甘心让他控制 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因而就反对中国 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写诗《七律》 不报有感 其中有三句是托洛茨基到远东 赶向邻居是堂壁 指缘自己是狂蜂 这里说的托洛茨基 螳螂和狂蜂都是赫鲁晓夫 此前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和中国 下图是1959年赫鲁晓夫夫妇和美国总统艾斯豪威尔 以及夫人在白宫国宴上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狂妄的对华身手 企图控制中国 邓小平在回答美国人提问的时候还表示 如果说中苏争论开始的时候 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后来就远远超过意识形态了 有人说伯列日涅夫是比较温和的 我看这是受了骗 赫鲁晓夫只是耍嘴皮 伯列日涅夫却是搞实力威胁的 在赫鲁晓夫时代 只有十个师的兵力驻扎在中苏边境 到了伯列日涅夫时代 就增加到54个师 100万军队 苏联除了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还驻军蒙古 入侵阿富汗 试图包围中国 基督教科学真言报总编辑费尔 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 希望了解林彪后期的确切情况 他告诉邓小平 据了解 美国前国务卿纳斯克认为 林彪坚持战争 据说林彪曾发表讲话 有个庞大的计划 说中国要向外扩张 计划扩张到印尼 这很危险 美国务院认为 他的讲话和希特勒的著作 有相似之处 对于他说的这个计划 邓小平表示不知情 一向和林彪不合的邓小平说 林彪干了很多坏事 为他上台开辟道路 打倒了一大批老革命家 在他的末期 毛主席发现了他的问题 林彪谋害毛主席 这在起诉书中是有的 这有证据 当他的阴谋被察觉后 他就乘飞机往苏联跑 结果摔死在蒙古 当时蒙古人和我驻蒙古大使 都到现场看过 费尔询问林彪 飞机失事的原因 显然他怀疑 那飞机是遭到破坏 或者被打下来的 邓小平这时候没有重复 中共当局的官话 而是给出了他的个人判断 飞行员是个好人 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 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 准备飞到苏联去 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 发现问题后 经过搏斗 飞机被迫降 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给林彪开飞机的飞行员 是潘景吟 1981年12月 中国军方做出了潘景吟事 随机正常死亡的结论 按失职或13级以上干部 并雇抚恤标准抚恤 这就是说 当局没有把潘景吟定为叛徒 根据作家舒云的记载 913事件后 中共对潘景吟进行调查 而没有发现政治错误 但他的妻子 还是被打成反革命家属 1980年释放后 仍被当作反革命家属 他给所有做过潘景吟专机的 中央领导人 起信申诉 后来才洗清罪名 邓小平所说的另一架飞机 是直升机 机上有林立国集团的 三名骨干成员 飞机被迫降后 那三人被包围 决定开枪自杀 结果两人死亡 一人朝天开枪 后来被捕 根据舒云的著作 那架飞机上 还有一名飞行员 叫陈世印 也同那三名林立国 死党做了斗争 但是一直到1980年 审判两岸时 受到归押审查的陈世印 才被无罪释放 这似乎意味着 他从1971年9月中旬 一直被归押到1980年11月 死党庆祷 死党被捕捉到1980年11月 死党被捕捉到1980年11月 死党被捕捉到1980年12月